而台灣跟中美洲友邦宏都拉斯邦誼會產生變化嗎 宏國外交部長參加了巴西新任總統就職活動期間 是跟中國外交部的副部長雙邊會談 討論水壩工程的晶圓 宏國對台態度是否轉向也引發聯想 外交部對此已經向宏國表達嚴正關切 另外美國近期邀請台灣 共同推動援助宏國重建校舍 並且是跟宏國的外長一起主持計畫啟動儀式 台北大使同框就是為了防堵中國來挖台灣友邦 去年一月副總統賴清德擔任特使出席宏都拉斯總統卡斯楚就職典禮 鞏固兩國邦誼 不過宏國外交部長雷伊娜 這個月初參加巴西新任總統就職活動期間 跟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峰雙邊會談 討論水壩工程的晶圓 宏國對台態度是否轉向引發聯想 透過我國駐宏都拉斯大使館 在第一時間向雷伊娜外長表達嚴正關切 同時也將持續提醒 宏國朝野各界 注意中國華麗堂一下所包裹的毒藥債務陷阱 中國又想挖我國友邦強角 不過美方出手了 台灣跟美國首次攜手推動援助宏國的三方合作計畫 協助宏國推動重建校舍 我國駐宏國大使 美國國務次經澤亞美國駐宏國大使杜古還有鴻國外長雷伊娜 共同主持計畫啟動儀式 台美大使同框表明立場 共同的合作給予更實質符合宏都拉斯人民的需求的 這樣子的一些支持跟援助 台美之間很快速的和宏都拉斯之間 建立起另外的合作的方式 來防止中國的挖牆角的一個狀況 另一個台灣在拉丁美洲的邦交國巴拉圭 4月將進行總統大選 在野黨總統候選人揚言如果勝出就要跟台灣斷交 總而跟中國發展關係 對岸升高對台外交打壓 加上龐大資金利誘慫恿 中國的小動作不得不防 記者蕭米先生台北報導